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門開講的今天的嘉賓主義譚志強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就是 澳門新城區的A區填海要改成住屋優先 大家怎麼看呢 今天我請了兩位嘉賓 第一位就是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宋碧琦 大家晚上好 第二位就是澳門新青年協會副理事長余兆周 大家好 我們的節目很歡迎港台市民打電話上來 跟我們嘉賓一起討論的 我們電話就在營光上面看到了 就是278-9192-278-9192 我們還很歡迎網友透過《蓮花衛視》這個網站 跟我們交流的 或者重播澳門開講的節目 當然爆料更加好 現在你看到網子在營光網上 會打出來的 不管怎樣好 我們澳門開講這個節目 還有一個Facebook叫澳門開講專頁和微信公眾號碼 名字叫澳門開講 英文叫Call in Macau 另外澳門開講連續在百期的節目裡 每期之中就會選一位最佳的互動觀眾 送上由珠海澳洲美國際會所 數可泰Spa提供價值1000元的消費月一張 我們在營光幕上面打出一個字眼 在今天的討論之前 我們首先看看今天澳門的重點新聞 行政長官崔世安聯同行政會委員 視察新城A區填海工程 運輸公務司司長劉仕堯也有陪同行政長官視察 政府計劃挑戰新城A區的規劃 輕建2.8萬個公共房屋單位 私人樓宇大約有4000個 運輸公務司司長劉仕堯表示 新城A區調整的原則是增加房屋供應比例的同時 交通和社會設施不會減少 行政長官崔世安強調是因應市民的需求 所以調整規劃並非為競選員任而造輸 對於有民間團體發起籌備特首選舉民間公投 崔世安重申公投是為半基本法 並強調民間公投對他沒有造成任何壓力 為期45天的輕軌北斷走線公開諮詢已展開 運建辦主任李震東表示 輕軌澳門半島北斷走線今年內要有決定 否則與輕軌澳門斷工程差距越來越遠 他呼籲市民現時北斷三個建議走線方案之殉旗 踴躍發表意見 李震東預期輕軌澳門斷工程2016年完成 先行通車 具體的時間視乎天氣會不會影響工程施工 立法會小組繼續審議建築專業認證制度法案 小組會表示審議的過程中並沒有異議 應同法案的通過之後更加會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委員會主席關翠恆表示 委員會沒有太大的爭議 認為法案比過往的嚴格 法律亦都建議一般工程必須有工程監督 有議員會擔心會令小型工程公司不適應 但是關翠恆認為 指問花錢買樓應該有法例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很快就回到現場了 澳門特區政府昨天曾開記者招待會 政府有決心優先解決澳門人的住屋問題 將新程序的A區功能調整到公屋為主 將原本18,000個住宅單位增加到32,000個 口號也是一個叫A區規劃為我改 32,000戶也有我份 究竟是否真的有我們呢 政府又要怎樣進行這個規劃呢 這個規劃延伸出的很多問題又有多少呢 我們一起看看有關A區新聞的新聞片 昨日下午特區政府推出計劃 調整新城A區即是澳門半島東北對出新田海地 改為以公屋為主的居住用途 大幅增加公屋用地同步增加公共設施的比例 特區政府有決心解決本澳居民的住屋問題 短期內將會明確加大公屋的土地供應量 增加公屋的土地儲備 以及採取各種方法 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應 減低市民對於房屋問題的憂慮 為協助居民安居樂業和本澳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政府又說A區的人口居住密度和北區的豪宅差不多 生活環境空間甚至比千萬豪宅更好 是優質生活的改善 A區的填海工程 爭取在2019年底接受第一批居民申請 要2022年先有機會入住 爭取在2019年底 申請第一批可以進行申請 如果以現在一般公共房的建設 是三到四年來說 相信落成應該是2022到2023 對於現時的人口不斷增長 住屋的需求增大 年輕一代置業成問題的澳門 是不是有些軟水救不到近火呢 2019年政府都拖得拖 這都沒有辦法 做事這樣都需要時間 你還要填海 填海工錢很大 可能想置業就需要等一段時間 如果希望申請公共的話 可能會錯過其他置業的機會 在市民的角度來看 政府推出這個規劃固然之好 但是對於地產商來說 會不會對澳門的樓市造成衝擊呢 我想暫時看不到影響 暫時看不到影響 還有現在這個 他都說到差不多是幾年後的期貨 那幾年後你現在澳門那個 房地產的需求是這麼大 而澳門還是一個世界優閒中心 而人口不斷地膨脹 包括有很大部分的遊客 外勞都需要居住用地 所以這方面其實還有很大量的需求 政府還要加大私人房地產用地的力量 我們亦都電話採訪了立法會議員李正義 我們聽聽他有些什麼的意見 從將來整個五區的土地上的使用 如果政府可以下了一個決心 不止這套地我一定會優先作為一個公屋規劃之用 其實比大家居民 對於未來我們住屋上解決的前景 是有些信心或者希望 有屋分 那怎麼辦呢?繼續宣傳 我們新田A區田海地塊功能調整 今天繼續發酵 今天早上澳門特首崔世安 帶了很多官員去視察A區 我們再看一看特首新聞片 上午10點半 暴雨傾盤 特首崔世安 領相關部門負責人 視察新田海A區的地塊 走起陽行天橋上的特首 依然有些腳步盆山 特首在現場聽取運輸公務司司長劉士堯 對於A區情況的簡短介紹 之後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調整A區功能是因為澳門公屋需求大 希望市民可以接受調整方案 A區的樓宇密度和民眾的生活質素 都是大眾最為關心的話題 特首就說會提出比較給市民看 之後再來聽取民意 澳門中小企是活化一個區 不只是建一個住宅單位 我想你剛才是問得很好 高和低這個問題 我們展示出來之後 大家去給意見 我的心願就是希望快點能夠有這些屋 解決個需求 將來才能夠有個儲備 有香港媒體就提出 今次土地功能的調整 是不是為了連任特首 而爭取支持作出的 我不會為任何我連任而去做租 我是想市民知道我們的工作 是為何而改為誰而改 就是為了需求去改 解決住屋問題 為了港大市民的需要而去做 陪同特首視察的樓師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建A區增加公屋是特首的施政理念 符合居民的宿縣 今次的調整 都是討論了很多方案之後才制定的 其實是討論了很多個方案 有些我們也透過覺得 不是那麼理想 不是那麼成熟 或者要考慮的事 因為考慮的要多方面 其實也透過很多次的推論 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上 在方方面面比較穩妥 但是太細緻的 這些單位是作甚麼類型 構思裡面還未有這個想法 我想等遲一步 一些公共房屋的政策等等 我們會在這方面 再作為一個考量 今次的調整 會不會將原先的兩次諮詢 推翻了呢 我想也不可以這樣說 很老實 你規劃是為甚麼 你都是為居民 為滿足 都是找人去住 如何達到一個理想 一個居住的環境 滿足居民住屋的訴求 你規劃是甚麼 都是為這方面 其實目標都是一樣 可以見到 調整後的方案 比以前的人口增加了不少 那其他的基礎配套設施 又將如何配合呢 在今次這個規劃的作出調整 相關的交通 社會設施等等 是不會減少的 這個說了 也都會因應人口增加 是會看怎樣透過規劃 或者透過其他手段 是適當去增加 以配合達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劉思佑說 根據A區今次的調整 其他的填海工程 雲書公務士 都會在吸取第三階段的諮詢 和特首的理念之後 對填海工程作出一個整體的考量 增加公屋數量 居有其所 是普羅大眾一直期盼的 但是經過今次的調整後的A區 居住密度會不會過大呢 又是否能夠達到移居環境 現在才提出 是不是有些軟水救不到近火呢 對於政府一而再 再而三的調整 市民又會不會樂見其成呢 很快就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節目現場先問 我兩位嘉賓 這次好像有點偷雞 他只是說 18,000加到32,000 總數應該加到多少 好像他完全沒有怎麼說 是吧 順議員 其實我們就看回 他的宣傳單張 其實這個只是針對一個 新城A區 總體的規劃 有五個地 ABCDE 總體的規劃 到底是怎樣去規劃 或者是 BCDE的規劃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都沒有看到 但是在這次的新城A區 做出一個調整 我相信也是 特區政府的一個用心 希望可以快些去回應到市民的訴求 所以優先做了這個調整 所以優先做了這個調整 就增加了一萬個 這也是因應這個社會的訴求 就是優先起快些 我重點就是先搞定A區 A區我就多建一些房子 給我們市民居住 不用市民再等一個 BCDE 其他區的一個規劃等那麼久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 回應市民的一個訴求 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其他區的一個總體的數量 或者其他會不會有變動呢 似乎特區政府現在也沒有一個表態 但是我們相信其實也都是 BCDE的 也都是作為澳門未來的一個發展的用地 其實需不需要再進一步增加 或者是調整 我相信這個也是要因應我們社會的訴求 再進一步去進行一個修訂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適合 宋先生你覺得這方面是怎樣的 就是跟宋議員剛才所說的一樣 我覺得就是說 在總體規格下面 他暫時還沒有提出 但是在A區那裡 他已經表明了增加的數目之外 應該是比較正面來的 起碼先援應了訴求 但是長遠來說 如果在BC其他城區的規劃 我覺得都要拿出來諮詢 在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數目來說 聽到市民的回應 或者我們聽到青年的意見 你說他這個動作是好的 提升了 但是總體的需求的問題 也都正如大家剛才所說的 你在其他城區的規劃裡面 其實在未來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其實余先生 我覺得有一件事 他完全好像 前一年出了一個叫做 澳門人口成長的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的一個諮詢 就是未來人口發展的 其實現在你覺得多了一萬四千個住宅單位 你應不應付到將來人口成長的要求 其實這個就說得好 一直以來政府提了很多政策 其中一個是重中之重 就是我們人口政策 但是人口政策需要很多東西配合 你現在很白的 究竟我們現在的房屋 究竟否符合我們的人口 認同的你增加了 但是你的理據 是為了配合些什麼呢 是不是你A區調升了之後 是為了滿足現階段的市民的需求 還是為了未來澳門的長遠發展 這個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 沒有將這些東西 或者他心中有一個譜 但是沒有將這個數據 拿出來給我們公眾 所以我們很難就這些問題去討論 所以我們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先認同它 你做調升這個數目 但是你未來怎樣去諮詢 又要講回未來幾幅地怎樣去諮詢 你就要結合你的人口政策 你的居住政策和現時所有的實際需要 那現在的諮詢其實還有幾十天 那你覺不覺得市民應該 在你現在要多說些事情出來 這個就一定要多些說出來 我覺得其實 為何今次長官在這裏作了一條整 正正因為過去的宋議員 很多社會人士 很多市民 不斷地提出自己的訴求 所以長官就做出了這個回應 同樣在未來我們怎樣需要 正正我們都需要向諮詢其發多些意見 我個人參加了第二次新城居諮詢會議 其實在會上幾乎有發言 和你有關做的社會服務 都是認為為何這五塊地 就建這麼少的樓 樓主要是指公共房屋 包括經濟房屋和社會房屋 在這方面來說 你已經兩年了 兩年後才飛出來說 這裏好家 跟最近這些款局有沒有關係 特選特首 其實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評論它 因為事實上 這件事我們要著點去看的 就是到底這件事 是不是有為有利於市民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這件事他做出來 不是幫到市民 其實無論他背後是什麼動作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去否定 但是我們看回這件事 其實他是為了想緩 舒緩市民的這個住屋的訴求 這個是值得去肯定的 不是一個負面的 是一個正面的 所以從這個正面的方向去考 就是去思考的話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就是無論是為什麼而來都好 其實這件事 只要是為市民去做事 我覺得都應該是支持和去認同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B區是貼著關閘那邊的 將來港珠澳大橋又是那邊飛出來 那乘軌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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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軌 這些全部都是配合問題出現的 你覺得一下推那麼多東西出來 會不會造成整個市民的腦袋很混淆 其實這個也是涉及到澳門的一個總體成規的規劃在 我想特區政府科學施政 這個是真的需要政府一個比較專業的分析 我們分區的規劃是有的 是嗎 但是總體是沒有的 總體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現在也都成立了一個 城市規劃的一個委員會在這裏 其實這一點特區政府是需要在這一方面 也都要加快 就是怎樣去定了我們總體的城區 再一個細緻化的 譬如每一個細區的 怎樣去配合去作出一個調整 或者是未來的建設應該是怎樣去跟上這個總體的城區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就是總體的城區又沒有出來 事實上市民看的就真的有些混淆的 包括我們自己看也有些混淆的 就是一時就講這一塊 一時就講這一塊 就是一塊塊來跟你說 就沒有一個總體的願景 或者是一個圖片或者是夢想 讓你看到原來我們澳門未來是一個總體的 是怎樣去發展 但是現在就切開一塊塊 所以在這一方面 其實包括我們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社會的多方面 也都是吹速政府 在這一方面要加強去怎樣去出台 那個總體的城區 我們一時間到了 先看一看天氣步步 澳門國際機場提醒你 出行注意天氣變化 各位觀眾晚安 受到一股偏南氣流的影響 本澳今天是多雲短暗時間有陽光 間中有趙雨 早上有雷暴 那持續受到這一股偏南氣流的影響 預測本澳7月12日的天氣 會是多雲短暗時間有陽光 間中有趙雨 初時有雷暴 氣溫會約為攝氏的26至32度 而傷害濕度會在70至95度之間 而7月13日本澳會是多雲 短暗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趙雨 氣溫會在27度至32度之間 而傷害濕度會在70至95度之間 而指望下週初期天氣會是好熱的 另外提提大家 7月12日的早上7時至9時 內港一帶可能會有海水導管 而預測7月12日的空氣質量之數 路邊站和高密道住宅區都是20至40 而一般性是10至30 級別方面全部都是屬於2號 最後看看各大城市的天氣預報 Gente份提供 投箱 soient性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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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的B区和C区 你为什么咨询这个问题不大呢 你三万多年起出来之后呢 你首先都指着咳声嘛 人口的争争是必然的啦 是不是呢 那问题就关系了 你特首说的东西 是不是成为一个我们的安慰啊 还是成为一个事实的真相呢 这个我们市民心中是有数的现在还是 但是这位议员说得很对 是啊 你说一下正面说出来为市民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做些某些 这是事实的肯定 是口头事实的肯定 但是真正反映出来的事实 会不会肯定到他做了这么多东西出来呢 这是拭目以待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以往呢 做的东西呢 他每一个方案都是完全跳跳的 是不是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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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跳票 他应该做慢点而已 这又要公民来说 你老公你都十五万人了 这么快就增置到 你如果比较不好 邻居的地区啊 要建基位的话 那田海啊 人手就是力量啊 是不是呢 就必须等了这么久 田海你搞错 田海就不需要太多人手的 建楼就有很多人手 田海找机器就搞定了 不理 说真的要等这么久呢 是完全不用的 是不是 这个问题 他如果有心去想的 他在任内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要拿到你的任内 我解决不了 到时候有什么变数呢 是前行政长官流下来的问题 现在我又开始出现什么问题了 这样 好了 这些就要向市民去解释 就是解释 现在真的很忧虑的 现在他说的话 如果是起来什么呢 是自我安慰的 是等于拿他开心示范来 安慰自己 今后的年轻人 上楼的机会 就是一种安慰 好多谢袁先生 因为我今天有多少电话 至少还有两个电话 好多谢你的意见 下一位是南先生 林 林先生 是啊 谭博士你好 林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你要发挥 或者要问我们的嘉宾 那这个事件公布了之后 坊间已经很明显 就是说 吹特首这次行动 就是想和过去管治澳门的集团 和利益集团 做一个清晰的切割 就是说我的施政 不会再被这些集团绑架 我会真是面向民心的了 那无论他 怎样 为了什么原因都好 他做这个行动 的确是对民生有一处 是 那我们应该要肯定他 嗯 但是我们要看回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会不会是画柄冲击呢 会不会是望梅止渴呢 会不会是过了海是神仙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集中 那个议题 就是如何监察他的落实 那监察落实要比起宋议员说的 他先正正正的有权去监察政府 宋议员当然是一个议员 他有责任不是有权力 他应该有责任去监察政府 啊 但是他能不能够监察政府呢 但是他不能够监察政府呢 因为很明显宋议员当时 在弥补法案上是有一个赞成票的 啊 他是赞成政府这个弥补法案的 是否决了吴国章议员提出那个暂缓的法案 那么他会不会克尽多力去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啊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一次的事情 这一次的事情 很明显如果撤入那个是设合民意的需求的话 那未来呢 我经常都说建屋是百年的大计 不能够今天深月来朝式建多少 明天深月来朝式又建多少 好像欧文龙一上任做了公务师之后 第一件事 第一个天字第一号明明是什么呢 就是庭建所有的京屋和社屋 欧文龙他做这个建筑 那他收了地产百元的钱 他第一个天字第一号 那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去监管呢 这是政制问题 那我们 我们整天要求就是说 是持续的 有效的 有前瞻性的建屋计划 几时推出了多少 就算未来或顶都好 二五年 二七年 甚至二九年 都不是问题 但是你被人看到嘛 还有呢 大家要先来后到嘛 我已经在排队了 没理由每一次好像倒城 澳门虽然是倒城 但是每一次都 抽签是倒的 现在是转了抽签制度的 以前就是先到先得 一路排队 现在呢 每一次抽签 再来一次 散了再收 就走香港动制度 那我很负责跟你说 我们公司 公司下层的职员 他很幸运 他两个妻子都没有结婚的 没有在澳门登记 他小孩都 出来都没有写婚的关系 他居然两个妻子抽两间公屋 因为他两个没有结婚 他两个好云的嘛 就是了 但是你明白一件事 他两夫妻是住一间屋的嘛 为什么抽两间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 因为另一间要装修的时候 都要带些钱 是吧 但是很多人就排队 没有留住啊 那为什么这个 这么反智 这么欺人的系统 可以这么坚持呢 那那些监察政府的人 又或者议员 又没有出过声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即使是排队的话 都一定有可能 老公抽一间 老婆抽一间 起码这个呢 你经过这么久的排队时间 你有时间去调查嘛 抽完就没人去理的了 你是搞错啊 跟你说澳门排队 从来没有调查的 不是 可以有时间去调查 我意思是说 不是 你有时间 澳门政府都不会去调查 那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说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就算是这个 这么黑箱作验的 小圈子的选举都好 这个 吹世安特首 为了要联任呢 不多不少都做些事情出来 在侧面看 我们应该要全面争取 是全面的普选 如果真的是全面的普选的话 那无论哪个上台都好 先说明 我对这件事是保留的 不过很多谢你林先生的意见 就是我们第三位 听听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张先生 你有什么意见 或者问问我们的议员呢 今晚我又有两个问题 有些执问了 第一个问题呢 现在那个田区A区呢 就是要 就是那个 那个后备数字 就是要等到十年八年效的了 就是不用在这个问题上 争够太大了 你应该争什么呢 你觉得呢 等我先说完 你不要执问我先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 早前呢 有地产商理事长 他说 政府推出那个 大量的公屋 那些公屋 那些公屋 会冲击他 他手上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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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手上的盘 他手上的盘 我明白了 对不对 好 好 到现在 社会上呢 有些旧楼呢 去挨楼啊 挨楼呢 政府又叫维修 怎么维修啊 那么危险 拆了它 如果要叫私人物业自己建房子的话呢 好了 隔壁左右都是旧楼啊 打地机啊 又要影响它的结构啊 那怎么建呀 是不是要旧区重建 跟着 那些旧楼呢 当然那些旧楼多数是老市民的组业来的 楼一楼,我原居安置你铺位,我建新楼给你 跟着你有三层,我上面再补多一层给你 高层那些,全民社屋,先租后买,按照公务员的租金 政府出来搞嘛,一定才搞到嘛,商界搞不到的 没有本事搞的,跟业权争承认,争承认,争承认 商界不仅没有本事,商界根本没有意愿 这个是发掘出来的土地资源嘛,对不对 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 行政会成员和特首办的职责职权是什么 是不是为澳门社会政治经济整体利益把关 这个要看澳门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第二章是有清楚的 现在呢,由黄怡家行政会成员公布出来 云琴那里呢,不可建公屋,我现在我要质问 它是代表政府发布呢,还是本人自己发布 是不是? 我云琴那里呢,我首先建议特区政府在里面搞一个社区服务中心 有个优惠政策也好,宽宗政策也好 里面,在老人院啊,医院啊,是不是? 你租就行,你买就行 对不对?买呢,买楼呢,要按照内地的土地发 按照土地里面的楼里呢,税债交税给内地的,那就不可以了 好,好多谢你张先生,我就马上问回众议员 究竟黄怡家,他说不准在横琴那里建什么公屋 其实好像是中央的政策,是不是? 首先,我不知道黄怡家先生当时怎样表达 这个表述我都未知道,张先生说到 但是我们从横琴的政策去看呢 事实上,横琴现在的地就不是属于澳门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要清晰认识到这一点,地不是属于澳门 而且中央的政策下来都要给澳门发展一些非博彩的企业 就不是用来建公屋的,中央批的文件写得很清楚 是的,这个就是中央当时给了一个土地 即是横琴,给澳门和珠海租 租去合作去搞一些商业 这里是写得很清楚的,所以至于我们的公屋 或者社会设施可不可以考虑在内地建设呢 我相信这个特区政府之前也有考虑过 譬如在江门,有考虑过租达地 可不可以建一些安务院社等等 这些政府也有考虑过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单方面澳门政府可以决定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是需要和当地的政府 或者是中央要去沟通这件事 我们现在会做的刘先生 刘先生 刘先生,你有三分钟时间了 刘先生,你有三分钟时间了 刘先生,你讲一讲 刘先生,你有一个意见 我经常说是没有用的 填什么填什么都没有用的 是比就自然给到你的 是吗 怎样是比就自然给到你的 那你需要什么说呢 你根本填海不用几年 不用几十万的 是比就比 你说我们没有地吗 好像观光塔那两幅地也好 过来拍巴士 观光塔那两幅地是叫做 其实是B区一部分 是啊,那B区一部分 为什么还不起呢 又等填海先填 B区一部分,据我所知政府 我参加过这次会议会议 其实那里应该是发展和赌场 是旅游有关的 是赚钱的 那里是 A区好了 到你建好的时候 又建轻轨 一会儿又说 哎呀不行啊 建轻轨 都是用来建轻轨 不要去居屋了 那又怎样呢 是吗 那这件事要找议员監督的 你知不知现在政府是 研究、讨论、咨询 什么咨询 好像房屋那样 给屋那样 变成灰色地带 抽签啊 你说他抽到哪个啊 有没有公布啊 现在抽签相对 以前是公平的啊 是啊 以前 以前一向都不公平 我告诉你 都说一个上海人 下来移民了半年 马上有社屋租了 是啊 那你说哪个公平啊 根本说 现在搞到 现在像香港 香港的修订平等 平等机会条例啊 如果你下来之后呢 以前的条例 七年才准申请 现在香港都要取消 一下来就立刻申请 全部平等机会 是啊 为什么啊 什么理由啊 理由很简单 多些大陆人来 侵探香港人 很本地人啊 现在澳门政府就叫我们 上去横琴 在大陆买屋住 把我们澳门人搬到大陆住 那叫大陆人呢 有钱的就是了 下来买贵楼 下来买贵楼 住澳门 新移民 我们都搬到大陆住 现在是这样 这件事是迎合中央的利益啊 老实说 你现在 我都说了 你将赌场三分一的地 拿出来 拿出来 建居屋 你好像 威尼斯的东西 可以卖居屋 买了 为什么 他签约之前 到逐约的时候 要签出来 你的东西 建出来 不能做得住宅的 没有可能 那个不是威尼斯 他叫四季酒店那里 是啊 你说那栋东西 那栋东西 后来就变成豪华公寓拆散去卖 有什么理由啊 喂 特首批就是了 这些又是 就是怎么说 根据澳门现行法律基本法的规定 特首是有权的 特首有权 特首有权 那就叫灰色地带 那永利看了地 又了 有新闻来了 调查了 那又怎样呢 又在建立了 如火如荼 澳洲年快要开了 要开的了 那怎样呢 收回东西 现在三个场 一个永利 一个美高门 一个奥鱼 奥帮 总之澳门呢 香港有个千奇百趣 澳门呢 就是一个千奇百怪 什么都千奇百怪的 总之 总之有灰色地带 就OK的了 你今天给居屋 老实说 你们当你起到一万多两万 到时我都 我说了 我都下台了 多谢你刘先生 我们现在的广告 很多谢刘先生的意见 我们先看看广告 中蒲融合澳门特色 土生文化 共建和谐 土生蒲人 在今天澳门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当中 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建造世界特色旅游 悠限城市 如何结合土生特色 作为澳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生文化如何全成 澳门土生协会理事长 菲文基 女实业家 96年澳门小姐冠军 北美琪 澳门土生蒲人青年协会副理事长 贾家慧 7月14日 星期一晚上7点 因14年花卫视澳门开港 和主持人李若瑩 以及观众一起来谈谈 关于澳门土生蒲人文化的话题 期待你的参与 澳门开场 加料推出 一连五天金蛋绕送 每周额外加送4000港币现金 周一到周四晚8点 澳门开场迷你版 每晚产生一位小伯乐奖 送出500港币现金 周五晚8点 澳门开场加送2000港币现金 当晚产生大伯乐奖 取高贺寡 奖 澳门开场每期投票时间长达一周 随时随地想偷就偷 每周五天讲声不断 很快就回到现场了 刚才观众有很多问题 宋元有什么人回答 真的很多 我简单一点 逐一回答先 对于袁先生的问题 其实市民现在对于特区政府 也是一个信任度 存在一个问题 事实是 这个信任度也不是一天就移成 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于新城A区的填海 大家都是在观望着 居民都是在观望着 到底特区政府这个庞大的计划 可不可以落实到呢 所以这件事情 市民都很想知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新城A区 首先有一个想法 是要先肯定 其次就是在这个具体的执行上面 这个特区政府 我相信下一步要尽快去推出 包括具体的落实时间表 譬如我们好像看香港 它说零几年或一几年 可以起到多少的楼 可以清晰一个数目 给市民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的宣传单张 只是一个总体的数字 并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一百年你起到多少 这个正常 起码三年内是多少单位 六年内是多少单位 清清楚楚 这个清清楚楚 要给市民知道 到底你那个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那些官员很缩骨 调理化 调理化 如何去逐步 就是他怕到月做不到 都被人罵 这就不是说怕不怕被人罵 事实上 大家都是看事实 你有承诺 承诺完之后 你尽力去做的话 其实有些事情 不是说官员也是想这样去做的 有时也都是意愿 公公公票票票 上任特首 港道任特首都未完成 现在这一集 首先派了一万六个 就是大佬 还欠我们三千个单位 那这个我觉得 就是一个经验的总结在里面 就是你科学施政 事实上你是作为政府 要有一个科学规划在里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虽然够一万九个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亦都是事实上 现在仍然未达到的数字 但是我们可以看回 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玩都反过来玩的 就是明知道 起不了一万九个 我以后就提万六 那这个也不是有利于社会 因为事实上 你逐步减 减到最后 是否应该说什么都不做呢 那不是这样 就是连承诺都不去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他们在玩期望管理 就是说一个很无缺的东西 哄完你之后 跟着做得到做不到 我都不做官 我留事业都落台 你都瘋了 就是现在玩这样的手法 你不知道 这个手法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压低了你的期望 你不会太多期望 他做得到你就很开心 他做不到 你对我没什么期望 那这个也不是的 因为事实上第一 你给了一个 首先你都要有一个 愿景规划出来 就是好像我们人生规划 你都要有一个想法 譬如你未来想做什么 再逐步 如何去达到你未来想做的那样东西 我想做十二月落台 现在 那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说 一个怎么去时间 怎么具体化 去操作 去实现这个 我相信特区政府 下一步应该是要加快去处理的 那第二样东西 就是林先生所说的 是一个监督的落实 那事实上如果他有一个 我们应该是全民去进行一个监督的 就是事实 议员都有一个监督的权力 那市民也是有一个监督的权力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全民的事情 全民共同去监督 就是无论我都是市民 博士你都是市民 其实作为市民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权去监督政府 也都是当政府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也有权去说一些东西 或者是表达一些意见 所以其实这里 其实是政府是怎么去执行那个落实 就是要看回它的时间表 那这个可以清晰给市民去有一个的时间 可以监督到它怎么去落实 那至于那个公屋的制度 事实上就是说 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制度 其实我想了解清楚的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说 现在的前万九 其实是用救人救制 新人就新制 那新人新制 其实现在都未上到楼 是啊 所以其实救人救制 现在还在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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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就不是一个抽签的 就是你排分高的就先拿 那在旧往的旧制 事实上也是存在一样东西 它给了万九 它是没有一个监察 就是没有重新一个审查 现在最大的事是什么呢 我可能是十年前申请的 到现在十年前我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变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旧有的法律制度 一个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旧有的法律制度 其实它那个审查力度 其实是不足够的 它只是说它的总的一个收入 但是它没有就 具体去到它资产 或者其他的盛免的一个审查 所以当时其实 还有旧有的法律制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十年前 我们是一家四口去的 但是十年后呢 我就结了婚 你又结了婚 就拆了出去 变成三个家庭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提出 旧人旧制的 这个想法 或者是市民 这个我相信也不是特区政府 它坚决要去行这一件事 亦都是听到 听到市民或者一些社会 去提出这一件事 它才会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存不存在公平呢 我相信是相对而言 当然现在问题出现来了 我们怎样去解决呢 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 政府去加强监督 或者是另一个制度回收 就是市民愿不愿意 就是给政府回收 接着由政府再去 转售给其他的一些居民 那第三就是那个 张生的意见 其实我也很认同 张生的想法就是扭换扭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政府其实可以做的就是 现在有一些土地 譬如现在我们讲的 治安居的计划 其实它都有六幅的土地 是 没错 其实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利用那六幅 建了一些楼 让旧区的一些居民 可以暂时搬进去 然后拆了原有旧区的那座楼 然后再建一个新的 再搬回去 是 但是机会中转房屋 是的 中转房屋的一个制度 给他们可以 都起码可以先做一个旧区重整 就是不用说等那个 旧的法律制度 就是新的那个法律制度 这个我其实是认同的 那后面都 后面刘先生只是表现意见 是的 那余先生你这方面 有什么反应呢 其实听到几位市民的意见 我自己都觉得 其实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首先 对于现在的新城规划 去调整了数目 我觉得首先一定要肯定 才无论证言 如何都是要肯定的 这件事情 还有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是说 是得到 政府做这个调整 是因为得到很多 譬如宋议员 很多议员 很多社会人士 居民去推动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推动期间 参与推动这些朋友 参与咨询朋友 不可以去否定 我觉得 另一个就是说 回到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数目 肯定了 二万多 四千多的市区 这个数目肯定了 居民现在担心是两样 一个 就是过去经常跳票 或者叫不是跳票 慢 慢 这个就是涉及监管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亦都是不单止 是不是新城区 都不是问题 是经公共防抗问题 就是一个 轮选制度问题 如何去申请 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很精杰 我觉得正如 我们刚才都谈到 特区政府 有很多事情 是没有总体规划的 但事实上 新城区出了问题 很自然 大家要看到 如何去轮选这个位置 它什么时候落实 这个政府 一直都做得不好 这个事情 还有宋议员提出了 在新城区这个问题上 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失败的地方 不得不得 很失败的地方 搞了这么多年 我们都没有做好 旧区重整 这个是 我觉得 这个一定要 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 一定不批评 为什么人 但问题 我们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很多房子的原来屋主 已经死了 或者不见了 或者移民海外 澳门移能法律里面 只有一户到两户 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整栋都拆不了 是的 其实都不是的 譬如我们看看油汉区 其实它都拆过一栋 拆过一栋 但那栋又变成了 吉住在那裡 变成了办事处 那为什么那栋可以拆到 不起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哦 我们线上有黄先生 黄先生 是的 各位你好 有什么意见有问题呢 我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计划 好像有点少 就是说无止渴 是不是 如果你等它 规划好了 我估计要十五六年后的事 那你现在 比如十六岁申请这么多大二 所以上楼 那我们 其实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不会现在申请的 现在新制度是怎么样呢 起好了一万个单位 而立刻就是申请 跟着抽签跟着派 现在已经一个即时性问题解决了 如果你三十岁呢 即是建好你能够上楼 我估计你现在三十岁的 很敢于住楼的 你三十岁 应该五年后到八年后 第一批 我觉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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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见到澳门 有些时间所限 我觉得澳门 现在我们见到很多土地 是不是 那些土地都派出去了 两百多幅土地 都在最初十年的特区统治区 派出去了 清朝的土地 还有一幅 不止清朝 我跟你说 我所知 明朝的土地也有 那可不可以跟他们换呢 换土地呢 反正那土地都放在一个限制 可不可以把土地换回呢 一来呢 那些旧有的土地 限制所的土地呢 我觉得他现在的政治气候 他都无法建 他亦都不想建 他拖 那如果他们能够拿出来换 换了之后 就明正言顺 你都放到 你放十年好 二十年好 八年好了 那我觉得 对他们来说 不是根换土地 不是根换土地 土地最多只能放在二十五年而已 放在二十五年就要收回的了 喂 大家想想 我们大家到几十年都上天堂 土地带不上天堂 为什么你不拿出来换作他 是不是啊 喂 中国人是这样的嘛 你说为什么放在那里 如果放在那里 如果放在那里 大哥 你看澳大楼下那栋地 我在澳大 我也离开了澳大四五年了 我在澳大访问 哪个访问 薛寿生校长那时候填的 都二十几年前了 是啊 那你好像海洋世界福地 你招换了他 那你招换了他 你就可以 一家皮疑几家储 好 多谢你 刘生 我们今天的最佳观众应该就 都是刚才打电话游来的刘生 好多谢你 刘生 节目到了尾声 我现在公布今晚的互动观众 就是刚才那位刘生 恭喜你获得由珠海澳洲美国际会所数可带 SPA提供的一个价值一千元的消费券一张 我们稍后有工作人员跟他联系 由于时间所限 今天就没时间给两位嘉宾做总结了 因为我们剩下二三十秒而已 那我们下个星期的题目呢 就是澳门土生蒲人的文化 你究竟知道多少呢 欢迎下个星期一大家准备收听我们的节目 多谢各位今晚 拜拜